HELLO 你好 我是諾斯 今天祝大家新年快樂 賺錢賺到兔 然後各位可以看一下我現在的髮型 這個故事的話你可以去看我直播裡面有講 這個故事我就不加贅述了 我祝那個幫我剪頭髮的那個人 還有他的媽媽 新年快樂好不好 但是以防有人不知道 在1月24號的時候 胡亂隊跟巫師隊發起了一筆交易案 巫師隊將日籍大前鋒 跟胡人隊的控局後衛 加上三個次輪籤進行互換 這筆交易案本身的話算是各取所需 巫師隊這邊需要清租新制空間 來重新簽約凱爾庫子馬 而胡人隊這邊因為S&D的長期受傷 他們確實也需要補進一些內線 來鞏固自己的禁區 所以這筆交易案的話算是一個中規中矩 並且胡人小賺的一個交易案 那來今年新年之後的話 我就要開始回歸做我非常擅長的一個王朝交易 那新年過後的話我開始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我的觀眾們還是比較喜歡看我做這個王朝模式的 包含做一些交易案 包含幫助整個球隊進行重建 這都是我的觀眾相對起來比較愛看的 但其實我這邊的話也不想直接放掉我的生涯模式 所以今年我的目標的話是以這個生涯模式跟王朝模式並行 然後並且把王朝模式做多一點的一個感覺 例如說可能135日我來做這個王朝模式 那246這邊的話我就來做生涯模式 之類的這些我都還做規劃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想法的話都可以在影片下方進行留言 那我們今年的話就來進行華盛頓巫師隊重建計畫 那截至目前為止巫師隊的戰績的話是2326敗 排名在東區第12名算是一個偏中後段班的球隊 你要跟我說這樣的陣容能夠衝擊掉季歐賽 並且可以排名分區前4以上的話 我自己覺得是有點痴人說夢的 所以這邊如果我們想要繼續把這個球隊做個墊高的話 我倒是覺得明年再說好了 那麼以邏輯而言的話 我們今年應該是要進行擺爛的 沒有錯吧 所以我倒寧願乾脆Prosingis一起交易掉 因為老實說Bernie Beale如果把他交易掉的話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他能夠交易到的拳圓的話頂多就是ZACK LAVINE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要拿他去換巡遊拳的話幾乎也都還換不到 所以交易Bernie Beale的一個可能性相對起來是比較低的 所以乾脆的話我們就以Prosingis來做這個動刀 然後老實說交易來的Carrick & Down一點價值都沒有啊 所以有價值的反而是那三個次輪籤啦 那我這裡的想法的話可能就是以這個Montain Boris 加上Prosingis來做一個交易案 這邊如果可以直接換Prosingis的話其實還算不錯 就至少在維持戰力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戰機也不會太好 這話你雖然可能覺得不是這樣講的 但我覺得啦 雖然在現實當中巫師隊幾乎是不會讓這整個球隊 要去繳豪華碎的 但在遊戲之後我們不需要去擔心這一點 而另外一筆交易案我覺得不錯 就是我們Bernie Beale這筆交易案 阿爾巴爾雖然是幾乎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任何外星延展能力 他一個賽季能夠投10個上面球都已經很厲害了 但確實這筆交易案的話 首先這筆交易案之後至少Carikernan可以出來 要不然Carikernan的那500萬幾乎就等於丟水溝了 所以我還是寧願把他拿出來多打個幾場好了 那Prosingis這筆交易的話我覺得有一個比較大的重點 就算交易來他 我覺得他明年的能力也不會提到他拿去 但Band Adebayor不一樣 哎呦他才25歲還可以繼續成長 那至於其他交易案的話 我自己覺得The Mountain Sabonis這個勉強還算可以 因為並且心智而言我們幾乎是沒有任何消耗的 然後Harrison Brothers這個位置也算是有補到我們缺乏的風險 所以到頭來Band Adebayor這筆交易的話我覺得挺好的 這個時候這三個選用拳就發揮他的作用啦 謝謝 他還要再加一個老將出來 啊那沒問題 那對我而言小事一件好不好 就直接把他交易出去 謝謝 那這樣看起來我們陣容邏輯上而言還算合理啦 只是我Kisper的話可能把他拉到三號位 結果我們二號位擠太多人了 沒什麼太多必要 然後Phony我明年再把他交易掉 我暫且先不管他 然後Carikernan的話 他還是上不了場啦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好啦今年擺爛今年擺爛Carikernan你也給我上場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為什麼我們今年一定要擺爛 因為我們現在選用拳的話 是在奧喀瑪雷霆隊那邊 不過有一個好處在於說我們是樂透保護 所以我們今年不擺爛的話 等於說那個選用拳擺給雷霆隊 但是如果我們今年直接中原就給他選起來 那我們就還有得說好不好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當出頭鳥啊 誰當出頭鳥 直接把你拉到剔補好不好 我們就今年來看一下戰績的話會變成什麼樣子吧 欸 怎麼贏成這樣子呢 不...不對喔 不要想著輸啊 要想著不能贏啊 今年當局是拿下最余家的球員 Ikan Maru這家新秀 喔 最余家第二人 Mouse Precious欸 好猛喔 然後Yas and the Combo最佳防守球員 Everance Good 這邊是拿下這個最余家進不起來 那今年沒有我的事情啦 我雷霆隊拿著我選用拳 然後打到分區第六名了 哇 最狠最狠 那沒事啦 反正今年至少選用拳還在我手上了好不好 最後是牛號籃踢布隊拿總冠軍 恭喜 來來來來 選秀拳選秀拳 千萬不要給我嘻嘻笑 第八名 謝謝大家喔 欸 跟你講 擺爛就對啦 哇 我們巫師隊擺爛還有旺啊 媽不擺爛我們直接回家睡覺啊 唉唷 第八名我們可以 要點好東西欸 一天我沒Yama這些的話 我就不用想啦 我肯定是要不到的 Keyante George可以喔 阿瑟湯瑪斯這些我就不需要了 因為我其實事實上不太用得到他們啊 看起來Keyante George就最適合我們啊 就無論如何啊 對吧 你同意吧 只是這樣大家可能會拉到空球後衛喔 對啊 就選他下來之後的話 我們其他球員要交易再交易嘛 對不對 組織型球員啊 合理啊 然後他狀元的話 是Vinter Wenbenyama 被魔術隊選到 Cartney Henderson 這邊是被這個 瑪斯隊選到 差一個順位啊 各位 這我也沒辦法啊 阿瑟湯斯被決士隊選到 阿瑟湯斯被決士隊選到 阿瑟湯斯被捷隊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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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選到Keyante George可以啊 6尺4寸而且有不錯的肩寬 可以把這個防守者撞開來 然後進到內線去做一個切入 而且整體的投射姿勢的話 算是非常好看的一個球員啊 所以他打到空球會 我自己是不太需要太擔心他的 果然Keyante Kuzma這邊是拒絕續約啊 因為畢竟他的身價的話 應該可以到2500到600左右 所以我們這邊 可能還是必須用更高的薪水 去把他牽回來啊 那這裡Fony也先把他交易掉啊 我是真的完全不需要他啊 唉唷 跟多人多暴龍隊換Auto Portal 挺好的耶 省薪資之外還可以 要到一個優秀的封線 這波賺 好啦好啦 直接擺給 謝謝 喔他這裡願意用這樣的薪水 4年3900萬 那我削到喔 那我真的削到喔 那Keyante那我這邊 肯定不削回來的啊 沒有任何必要啊 剩下的球員來說的話 SpencerDarvity這邊 我不太可能要得到 而且他曾經在巫師隊打過啊 我覺得他可能打不是很開心啊 那這裡Harrison Barnes 來試試看看 因為其實Harrison Barnes 這邊身價暴跌有點多啊 所以這邊給他一年350萬 所以Harrison Barnes這邊 給他兩年700萬 試試看看 那這邊的話 看起來沒什麼大問題啊 那這裡Done Wright 可能也要一起走啊 薪資空間實在不夠啊 結果紅隊這邊換這個選擇拳啊 因為他之後也不會是在我們的未來計畫之中啊 好 這裡又換個 替補的 Patrick Beverly OK 沒薪水啦 沒薪水啦 結果再來個Demax Cousins 當替補的戰力好了啊 好 Keyante Kuzma這邊下降一點啊 不過FD啊 這邊是上升到78% Harrison Barnes這邊 哇 下降三點 有點多啊 就整體而言我們的風險 是算有增長起來的啊 那Keyante George的話 這邊先把他的控球線給練起來 剩下的話 幾乎都點在三分九好了啊 FD啊以及Kisper 這三個都把三分九練起來 剩下AutoPorter的話 拉到四二位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Beverry雖然還在打先發的後衛啊 其實Keyante George的話也只差一點點 就可以直接上先發啦 沒關係我們就繼續來到季中了解一下 今年這個戰績的話 會不會是有所增長呢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到季中 目前的位置看出來是 29勝27敗啊 其實有長跟沒長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不過Keyante George確實 如我所說的 他已經漲到這個78的評分啦 那有一個人呢 那是必須交易的啊 那就是我們的Hellis Brothers 他連上場都沒上場啊 他不交易沒有任何道理啊 那另外一個人可能是 我們的AutoPorter啊 兩個架起來看能不能換一些 至少八十名 哦 BubblePolice 欸不錯不錯喔 這個換起來 對我們而言是好事情喔 因為我們確實 感覺稍微有些些的 潰拔啊 一點點啊 Kevin Porter沒必要 我覺得我需要急戰力 Danny Schroeder 這筆交易看起來很讚耶 對啊 就邏輯而言的話 你就想像一下 我用這三個邊角料 不好意思我把Patrick Belfery 當作邊角料 但我相信你也絕對不會否認 他不是主要的一個核心球員啊 BubblePolice的話 可三分 可護框 那橫移速度也不慢 所以這個球員換下去的話 我覺得對我們而言的 這個戰力上的話 是不錯的增長 好 就直接給他換下去 謝謝 那在這筆交易之後的話 Kuzma就當然可以打到三號位啦 我覺得這筆交易的話 非常合理啊 在你的五號位 不是延長五號位 情境之下的話 補一個能夠拉出來 做三分球投射的四號位的話 是一個當務之急啊 雖然Kuzma也不是不行 他三分球穩定度 畢竟大概只有三乘三左右 BubblePolice的話 這邊可是有三乘六 相信起來是比較可以 把投射當作主要武器的球員 所以我們這邊 這筆交易的話 我認為是好事情 那Kiantai就舉新秀賽季的話 拿到場均11.3分 3.5格拉板 3.9次助攻 外帶3x6的三分球命中率 算是打出我預期的成績啦 BubblePolice的話 也還算可以啦 雖然他每年打出來的戰績 大概都是25分以上 不過這整個陣容 對我而言的話 我覺得今年還算挺有料的 那我們就以這樣一個陣容 來看一下 今年在基督上有的機會 可以斬露頭角吧 那現在我們拿到金某 今年的話 Yas at the combo 拿到這個最有嘉義球員 Kiantai Joji最佳新秀 謝謝 哇 場均12.1分啊 不錯不錯不錯 只是我看一下 Bitwin Mayama也才場均12.4分啊 那我覺得其實可以啊 那最佳第二人的話 是這個Ko Ansani 雙料冠軍 Shutton Sharp 所以拿到這個最佳金布甲 Mike Millen最佳教練 好 今年新秀第一陣 肯定是榜上有名的啊 我們居然可以靠戰鬥陣容 來到分區第五名啊 我覺得挺好的啊 Bang at the Bell 已經成為比Brand Beer還在重要的球員 光是今年要打布克的藍網隊 我就覺得挺興奮的啊 來看一下 1比0 2比0 2比1 3比1 那我們可以直接來看一下 今年這個結果是怎麼樣 現在是巫師隊對藍網隊的比賽 目前為止的話 來到世界賽第五戰 雙方的話 是9分差距 剛剛是Kiantai Joji 一個發球沒有進 藍底下 Bang at the Bell 直接把Branded Beer撞開來了 這邊再回給Branded Beer 再回給Kuzma 然後藍底下 直接硬扛的這個Bogdanovich 這球是沒有進的 開低 再來給到敵角Kairul Irving 這邊有稍微干擾到一下 屋頂位置的Branded Beer 再一個轉身 然後藍底下直接上去 哇 這球是被這個干擾到了 都被Aderbio在藍底下 要到了Kevin Duren的犯規 並且讓他6分離場 今天給他16分而已 在這個前衣之下的話 對藍網隊也是個非常重大的傷害 Decimus拿下這個籃板 現在SIMUS如果有辦法扛起這個 進攻大刃的話 可能還有點機會 SIMUS把Kairul Irving做個擋拆 Kairul Irving直接防守 住了 Kairul Irving直接給他底角的Kairul Kuzma 一個3分球軍 Kairul Irving目前為止等一下21分 上半場他其實被守得蠻嚴重的 已經有25%命中率 Kairul Irving直接包夾夾掉了 不過球拿回來之後 直接選擇一個投射 Kairul Irving再拿回籃板 剩下最後4分鐘 Kuzma再一個3分球 不過這球就短了 沒有進 可以擋拆 兩人包夾 哇這個守得很好欸 外線Kairul Irving直接放投 不過這球還是有些不明智了 Irving直接給3分球進 Kuzma藍底下 這邊直接1-2個犯規 再拿Smash 給他Bacemus 往後拉 哇 這邊Bacemus選擇跳投了欸 這算蠻少見的一個 他的進攻選擇 George一個轉身 再給他Kuzma 一個3重威脅之後 選擇跳投上面就去 哎唷 現在看起來巫師隊進攻 蠻大程度仰賴Kuzma的一個 上面就投射囉 好這邊Irving 準備再來 進去沒有辦法犯規 Kuzma現在因為有George的關係 他就不太需要多做太多組織啊 因為我看他下球進攻來看的話 還是沒有這麼的好 Kuzma湖頂位置再來 一顆 藍底下直接補籃啊 Babopolis 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自從Karen奪任的下去之後啊 藍王隊整個就先入被動了 你跟我說Irving要不然打出來的話 相對起來還是比較難一點的啊 來拉回湖頂位置 再切 藍底下一個拉桿整球去 可以 不過現在時間1分1秒在流逝啊 Binnebill 墊步了中頭 一球去 今天基本上就是兩個球隊之間 的一個標分秀啊 Irving這邊也選擇跳投 不過這邊是被稍微干擾到了 不是吧 第一個選擇 再左側單打 左側切入 再上 這球選擇有點不是那麼好啊 不過因為時間快到了也沒辦法 這邊再開藍底下Benzimus 直接選擇上籃 這球還是沒有進 再上 哇 連續兩球都被守下來了 最後比數是105比96啊 那最後的話是由華盛頓巫隊成功晉級到下一輪的比賽中 最後比數的話是4比1 沒想到對決藍王隊這樣的強權啊 還是能打出不錯一個成績 那我相信經典的話應該是有機會可以拿總冠軍啦 在這場比賽裡面 Karen Irving一個人得下30分 Slammin2主攻 而Benzimus的話也不妨多讓得下24分 Slammin5主攻2超階 接下來要來對決亞特蘭大老英隊 但我覺得其實以陣容來說 就只有控局後衛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輸比較多一點之外的話 整體陣容上我們沒有輸太多 但也可能因為吹上這個點 我們就被打出破口來 1比0 2比0 2比1 2比2 3比2 唉唷有機會可以引下來了嗎 哇 老英隊這邊的話可能是因為他們後場組合啊 就自己沒打好啊 哇Benzimus之後再殺起來了欸 Benzimus也是欸 他現在真的是變成這個聯盟當家中鋒了欸 阿拉伯有第三戰他20個反反 難怪會贏啊 那接下來騎士隊打6馬隊 3比3喔 我希望是6馬隊的啊 如果6馬隊我們還有希望你知道嗎 等一下 唉唷有料了欸 唉完了完了完了 唉不會吧 今年我們真的要拿冠軍了嗎 沒事啦6馬隊什麼小都不對 我們直接掛去 謝謝4比2 唉唷唷又誰 謝謝你什麼意思 火箭盾你 這真的好像打到總冠軍 我什麼都沒調 我對天發作什麼都沒調 他媽的是什麼意思 不過Benzimus看起來好像受傷了是不是 唉呀 為什麼天要亡我啊 我現在的傷勢 讓我感覺比那次去卡奧可以唱 This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還要糟糕 It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我覺得這有個不錯聽 好像怎麼了 但問題是這樣子 他現在是這個左足底金魔岩啊 那他整個賽季爆銷了 那今年沒有我們的四樓 哇 挑褲子馬也受傷 兩個組織要受傷了 那剩我們的幾個 一個一年級生 一個二年級生 一個四年級生 我們是要打什麼西瓜 好啦好啦今年可能沒有我們的事情啊 是因為兩邊都是西瓜 所以打出來的東西好像還行是不是 你們不要騙我啦 好啦好啦 最後總冠軍我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什麼意思 唉唷 唉唷這把鼻子還能贏的欸 好啦那最後總冠軍的話 沒有辦法啦 就是我們的修士頓火箭隊155分 你媽媽 太扯了吧 每一個人都拿20分是怎樣 395成5分 我在牆我也頂不過對面開外罐 今年如果巫蘇頓要補牆的話 確實啦 往中風位那個地方去補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啊 就你儘管Pursingis這個人再怎麼強啊 因為他過去幾年的表現也只證明 他大概就是一個二當家甚至三當家 你可能很難有辦法讓他打出這個聖亞級表現啦 但Ben Alabama可就不同啦 他還年輕他25歲而已啊 所以他打出來的東西的話 他已經將世人證明他是現在主流中風位啊 如果有他在的話 其實在整個球隊這個 無論是高位側翼 無論是內線護框 甚至藍斑鞏固的話 他都能夠做到 那我們這邊再加這個Bobby Polis 這邊簡直是如虎天翼啊 不能必有整季報銷 Kill Kuzma也有整季報銷 那我真的沒辦法 這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不過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 也感謝各位的今天收看 那如果之後有任何球隊做出一些重磅膠炎的話 我也會同時更新一些王朝系列 那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續關注我的頻道 也祝各位新年快樂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Napisy和街坊 在哪些場地下 最後一起看 還可以做嗎 知道結構設置 之後請可以和大家約一起 特別會Кедecal ワー 是 作人